You and I I I 我什么会想要孩子的 你想都不要想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我早就想说了 三年了 每次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你觉得这正常吗 我劝你 还是赶紧找个男科 挂个专家号看看 省了以后再婚了不和谐 还得一夜 哎呀 姐姐你都撞疼我了 明明是你故意的 你碰瓷是吧 没事吧 肩膀都被抓坏了 成阅人 来了 来了 有这些那个 你还有那边 就担心了 你 clairement 我就第二天 respectful 发现了相 jó 只为了你回忆去逃 传书公月 净就百分之九十九 只要我在天班火 好久没见讽才笑得这么开心了 还是玩你小弟的本事 对不起是传书自带金手纸buff 可不像之前那位整天病人 我劝你认命吧 在穿越镜这本小说之前 我阅文无数 你拿什么跟我斗 只要我和范宇全一天没离婚 你就依旧是上不了台面的小三 就算现在是恶毒女配又怎样 反正按照流程 我早晚会逆袭成女主 更何况她根本就不爱你 只是需要一个跟她结婚的人 是谁都行吧 那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我承认你的思想有点意思 但你别忘了 谁才是这里的主角 是吗 那你看好了 我这就给你上一课 雨晨哥哥 姐姐也太恨毒了 我只不过是说你亲自找了个医生 帮我调体身体 他就动手打我 你赶紧把这个坏你 谁告诉你 我就不害得了 我找最好的医生百般照顾了 就是因为你的心脏和救者配性最合适 现在你的各项指标都打掉了 实际到了 自作聪明的穿越着 夫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如果有孕的话 很大概率会危及生命 我不想 夫人看杂志随口说一句喜欢 您居然真的给她买了 她不会真正了吧 她应该会喜欢吧 范总 九九小姐刚毕业 她家里人催她找对象呢 我这身怎么样 没问题 我需要个立马财富的人 你可以吗 我可以 我说你会太息 你会把他吓唤了吧 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我又没有恋爱经验 只能按照书上来 我们能不能不理分 你要是离了欢 你作为范夫人 想收到的一切全力都一切都没下吧 其中包括弹幕线与各大品牌商 当机热幻想宿业 线练款包包 奢华珠宝 也计 我爱你 既然这样的话 离婚先暂停吧 真正的女主 怎么会被区区穿越着 亲密都走亲 徐总计 你就是 你就是 为人计的使命 我们的战胜 我们的战胜 关系 你就是